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在幻獸帕魯前期的 可以用來加速探索世界的坐騎帕魯 第一隻是獵狼 在等級久的時候可以坐他的鞍 在這之前可以騎的呢還有美露帕跟草蟒豬 但他們移動速度呢還是獵狼比較快 同樣也附上棲息地也是到處可見的 這個在前期的平地移動上呢是非常快速的 但就是跳躍能力比較差沒辦法跳的太高 但是我們這一隻呢他還有特別的 被動技能有神速增加移動速度30% 所以這個在這個跑步上就差蠻多了 那目前這個衝射狀態是這個樣子 已經算是非常快速了 用走的話真的要走很久很久 因為世界地圖真的很大 第二隻是紫霞路 等級12可以坐他的鞍 棲息地在以上的位置 這次的平地移動速度沒有到獵狼這麼快 但他可以二段跳 可以跳得比較高 但就是這個樣子 大概一層樓高 這個位置可以直接跳上去 那狼的話呢是要繞一下的 所以在一些比較複雜的山坡地形的話 路的話會比較方便 接下來是滑水蛇 在等級時可以坐他的鞍 棲息地會離初始台地比較遠一點點 但是呢孵蛋的時候有機會孵到 所以地上有一些水系的蛋可以緊緊看 他的特殊能力呢 是在水上移動不會消耗體力 如果你有需要渡河的一些 呃跨越整個大陸的話 就可以騎這個滑水蛇 他可以完全加速 然後耐力是完全不會消耗的 這個比起用飛的 但是比較省力 目前飛行的無限耐力在很後面 然後耐力飛一段就會沒力了 所以你要跨整個島的話呢 有時候也會需要這樣水上的生物 再來是疾風准 等級時可以坐的第一個飛行寵物 以上是他的棲息地 不過他平常都在天上飛 可能你要準備一點弓箭 然後稍微看一下天空才會發現他喔 那作為最初可以飛行的帕魯呢 他的耐力沒有到很高 但是從空中探索真的是方便許多 尤其你是要探一些BOSS區啦 或是各種翠綠雕像的話 這個在夜晚那個翠綠雕像會發光 所以找起來特別方便 那當然他沒力的時候他會自動降落 但是這個是不會摔死的 如果摔落在水上的時候呢 他也不會沉下去 他會在水面上 然後也可以恢復體力 所以這個只是沒來力 就是往下降而已 倒是不會有任何的意外發生 最後是中前騎的最強陸地 探索帕魯 雲海陸 26等可以製作他的鞍 當然中間的過程呢 還有很多其他可以騎乘的 但就是沒有特殊的快速 或是有特殊的能力 那這邊當然就是你等級到就可以去做 那你要騎不同的時候就可以騎 只是要比較快的話呢 要到26等的雲海陸了 野生的雲海陸會在有點左下角的遠方 不過在出此台地的左邊 這座島呢 有一個修行者瀑布 這邊有一個雲海陸的洞 固定重生是25級 他的移動速度有多誇張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樣子之外呢 他跳躍能力是超強的 他可以跳上這麼高 二段跳之外 他的高度是可以跳上三層樓的 這種這個遺跡就直接跳上去 而且還高很多 他的移動能力超強 那另外特別的是呢 他有一個技能 陰雲之藍 操控大氣 借助風壓向前衝 這個技能可以讓他 快速的往前移動距離 至少是有點跑太快 他會有點被拉回來的感覺 所以目前在陸地上探索呢 雲海陸呢是最佳的寵物 那在比較複雜的地形 這個跳躍能力也非常好用 比起飛行呢可能耐力有點不夠 但飛行還是有他的好處 從天空上探索的話 還是可以發現很多特別的地方 尤其是那個雕像 但等級距離提升之後呢 有更多喪惠取代板 好像水上的 然後天上的話 大致上都還是戰鬥型的 專門用於飛行的話好像不多 好的以上呢就是中前期移動用的帕魯推薦啦 想要快速探索地圖的話呢 這些寵物呢不可或缺 以上分享給大家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